一 二 三 一手一个飞刀嘴巴还喊一个 站在平衡板上实在很厉害 这是大陆河南著名的猴子村 当地的村民主要靠训练猴子耍猴戏为生 首先你要跟他告知亲密的关系要建立起来 你要关心他爱护他 这是第二个你要慢慢循序监禁 就是时间长了 他知道你不会伤害他 他都把手递过来了 走在村里面随处可见猴子被绑在树上或关在笼子里 村民们还会齐聚一起训练猴子耍猴戏 最特别的是这个小村庄里还有座猴王庙 拜得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这些猴子杂耍般的主人 演出前都会来祈求演出平安顺利 今天是个猴年 马上都到春节了 我们还要参加这个吕博院 这个比赛 所以说都要到这个苗来 这个少此行 根据当地村民表示 猴子是当地的经济支柱 村里的小孩上学学费都是靠猴子挣来的 适逢猴年 村里的居民更打算扩大成猴子旅游区 但他们也知道 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抬头 强调会越来越人性化的训练猴子 记者五名三综合报道